平常冬奥会闭幕之后,韩国曾向国际奥组委申请补贴,结果当面被拒绝。 然而,事情出现了转机,据悉,国际奥组委今月同意,就平常冬奥会向韩国补贴4400亿韩元,折合美元约4亿。 根据韩媒报道,平常冬奥会共计花费约130亿美元,而预算仅为70亿美元,考虑到国际奥组委分别补贴巴黎和洛杉矶15亿和18亿美元承办奥运会。 再加上正是因为国际奥组委的原因,俄罗斯这个体育大国,没能整式参加平常冬奥会,于是韩国向国际奥组委提出了申请补贴。 但非常尴尬的是,国际奥组委当面拒绝了韩国的这一要求,但国际奥组委没料想到的是,韩国还有一个杀手锏,平常冬奥会。 韩国手握这个筹码,向国际奥组委颇为头疼,补贴了,开了仙盒,以后的日子不好过,不补贴。 平常韩奥会是否能顺利举行都是个问题。 经过再三考虑,国际奥组委还决定,象征性地,给予韩国4亿美元的补贴,至于4亿美元的数字。 国际奥组委也是参考了平常冬奥会的收据情况之后决定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经过统计,平常冬奥会的收据几乎平衡,再加上国际奥组委补贴的4亿美元,甚至还能转亏为盈。 对此,有网友言喊话国际奥组委助席巴赫,巴赫不哭,被韩国坑正常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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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